唐玄宗是如何得到儿媳杨玉环的呢? 李隆基先是以尽孝的名义 说要为生母斗太后祈福 之后下了一道圣旨 让杨玉环出家为道士 并且给杨玉环赐号为太真 命令杨玉环搬出了寿王府 住进了太真宫 当杨玉环进入太真宫后 李隆基天天嘘寒问暖 二人因此走到了一起 公元745年 和杨玉环私通五年的李隆基 决心不再隐瞒此事 打算封杨玉环为贵妃 所以这时候想起了李茂 便给李茂安排了一名伪姓的妃嫔 之后就册封了杨玉环为贵妃 李茂知道父亲李隆基的安排后 敢怒不敢言 因此过得郁郁寡欢 他也因为这件事失宠 和太子之位彻底脱离的关系